在江苏江阴有一家彩票店的老板 日前帮一名老彩民带买了五柱彩票 当时对方也没有支付这个彩票的钱 彩票就放在这老板的旁边 没想到其中一柱竟然中了一等奖 这奖金高达一千万 面对巨额的诱惑 彩票店老板的做法令人称赞 一听中了千万大奖 马玉民立刻赶回店里 找到那张彩票 根据对奖流程 彩票不记名不挂失 谁持有中奖彩票 谁就可以兑换奖金 面对这样的诱惑 马玉民却连夜冒雨 第一时间将这张彩票送到了彩民手中 就了解 马玉民的家庭条件并不宽裕 公共身体不好 婆婆身患重病 每月医药费花销要七千多元 家里还有两个孩子要读书 为了照顾病重的老人 丈夫无奈辞职回乡照顾 彩票店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面对千万大奖 马玉民坚守诚信的行为 赢得了许多人的称赞